就是我能理解他 因为当他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 然后到自己的小老板 但是其实他又觉得自己很有才华 需要一个平台撑起来这份才华 这是我理解你的心理 那只是说在你的才华背后 就是你一定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然后你会发现这是你的短板不足 你需要在更大的舞台去弥补它 你也可以把这部分讲出来 你就直接说你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 或者说你通过这次求职 想弥补自己哪些不足 明白了 我觉得还有空余的时间 你仅仅是因为自己太闲 我不希望每天 对 我不就是 那你再干个兼职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入职呢 为什么要干兼职 我干跟我自己相关的行业的周边产品 不可以吗 你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呀 不 扩大经营规模的话 目前我的一个就是内核心的力量还不足 但是那你要注意哦 如果你入职的话 你现在做的会所就成了你的兼职 可能公司就不大允许你再做这样的兼职了 你想过吗 我想过 这怎么办 是这个样子 我目前想找的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平台上我们有一些那种带货的主播 因为我目前在天津也好或者在这个瑜伽行业或者运动行业也好 我认为目前我的这个号召能力还是有那么一小丢多一部分的 我想问一下你是想入职一家公司还是想找一个抖音团队来帮你运营你的号 我想入职公司的话应该不是有相应的团队来去做这个平台吗 首先第一个你愿不愿意以一个教练的身份加入到一个健身俱乐部会所 当然叫这个目前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 那你现在想找一个团队来运营你的抖音号是不是 对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可以免费去做一些线下给公司内的相关推广 那你直接招人就好了呀 你应该坐在这儿 然后说谁懂得运营抖音账号的 我招这样的员工到我的公司来不就好了吗 这个不一样的 我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平台 老师 什么样的平台 就诸如一个像我们的运动服务一个很大的一个品牌 我想做的是一个被签约者 被签约者 对 被签约者 他想当IP被别人签约就这意思吗 他想别人打造他 他想网红变现 他只是没有这样的团队 他希望有个团队来打造他 对 因为他自己在做号 他做了 发了九百多条视频 对 将近一条 一千条视频 他一点三万个粉丝 就说明他自己自媒体这块是做得不行的 那么他就想找一个有实力的 有团队的这样一个平台 去打造他 因为我看你做了九百七十六个作品 粉丝一点三万 就显然的这个 你在做这个视频号的时候 不够专业 是的 建议你去 要么请专业团队 要么就跟专业的团队去学习 去请教就可以了 至于说你今天这个求职呢 咱们有好几家这个企业 都是跟运动有关的 所以也值得你去加入 当然了你自己已经有门店了 你要考虑一下 你自己的门店跟这个企业之间的关系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 就是假如说是对方的公司 想推出一个产品 我根据公司的一个需求 去做一些推广啊 或者说是一些文案的创意 或者说是在这个产品当中 融入我的一些想法 你那个需求跟我们的舞台 是不匹配的 你那个呢 更像是公司对公司 就像是一些MCN机构 然后呢 它可以在一些账号上 或者个人号上做投放 那它有需求 那品牌会经常做这种事 那么它签约的 如果你是个人 就叫一件领袖 如果是品 如果是机构呢 就是它自己有号 但是不管这两种哪一种 都不是我们现在舞台上 即将要发生 和过去发生的劳动关系 你现在我听的是一个合作关系 不是雇佣关系 我听起来像是 即使它被签约了 也会跟你现在的 就是你自己现在的工作 形成冲突 就是你这方的权益 如果你真要签约的话 它合约里会规定 就是您现在做这个工作 因为你要做那个主播 也是瑜伽类的主播嘛 相关类型的主播 所以说跟你现在的业务 还是有冲突的 相当我记得 如果是那种签约主播 就是来机构里面的主播 好像一天是有一个 最短时长的 六个小时 对 每天有六个小时的时长 而这个六个小时 一般都是发生在 就是别人下班之后 正好是他们去 去做瑜伽 或做运动的时间 因为只有那个时间 大家有时间刷抖音 买东西嘛 所以大部分的 你的工作时间 就是和你过去的 你的这个瑜伽所的 时间是冲突的 时间是有冲突 另外业务上也会有冲突